北川 台茶之乡 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 铭记着一千三百多个春秋的茶文化历史 传递着大雨门前树千年台子茶之佳话 地韵天涯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孕育出耐寒 芽状 夜后的台子茶 台子茶一牙三经 从茶到茶叶要经历一场叠变的序曲 贪量 杀青 柔练 炒二青 温度与草木之间分寸感的对决 使仙茶内脸的暗香开始弥漫 正是在这首序曲中 方程大自然馈赠之礼 迎来他的下一次绽放 品茶之趣由气开始 茶与气相濡以沫 护诉着茶之清韵 茶有上品 适口为珍 北川台子茶与气聚相辅相成 沉润出如枪四旗 嫩力香高 味鲜干爽 唇齿流香的特质 难怪白居易示好道 醉对树从红勺药 可尝一碗绿昌明 一片叶子绿了 富了一方百姓 北川台子茶不仅是骨腔人的智慧 更是北川人民劳动的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对北川的新年慰问 更是激发了北川人民乡村振兴的信心 从手工制茶的复音抱扬 到机器制作的刚柔并济 欲发熠熠生辉 大禹的一闷茶香生生不息 属于台子茶的故事 未完待续 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 农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 农村美起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我们才能名副其事